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向祂的百姓的心意就是丰盛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 一个小男孩把他的午餐给了耶稣 当场的五千人不但被喂得很饱 那天丰盛到连剩下来的食物都装了十个篮子 这就是神所供应的方式 不是刚好而已 而是在祂里面永远都还有更多 你可能跟我一样 在教会曾经听到有人说 神只会供应你的需要 让我告诉你 这其实并不正确 因为祂会供应超过你所需 你会福悲满意 所以你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意思是你不但能够照顾好你自己 你也能够照顾好那些在你周围的人 在《猎王记》上第17章第10节 当那个寡妇将她最后的一点面粉 做了一个饼先给先知以利亚吃的时候 在大饥荒当中 缸里的面粉就不会用完 瓶里的油也不再短缺了 这个寡妇跟她的儿子原本是要饿死的 但先知却挑战她要先给神 因为她知道这正是寡妇跟她儿子 要经历丰盛的关键 在《猎王记》下的第4章第1节 那里说到有一个寡妇去找先知以利沙帮忙 因为她先知欠了钱 债主要把她两个儿子抓去做奴隶 以利沙就问寡妇说那你有什么 她回答说我只有一小瓶油 先知就叫她把油倒出来 要她去左邻右舍借空的器皿 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然后把油倒在这些器皿的当中 这个寡妇就一直倒 一直倒 一直倒 直到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 再也没有任何空器皿了 而油才止住 他们卖掉油 不但还了债 剩下的还够他们一家生活 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 这两位寡妇 他们都是先给神 然后经历到神的大能 释放出这些神迹奇事 神从来都没有说 相信他 来到他的面前 或是跟随他的结果 或是贫穷 缺乏和不够 在圣经当中 要找到一个被神祝福 却是贫穷的人 真的很难耶 每一个被神祝福的人 一生都经历到丰盛的生命 因为耶稣说 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喜欢比欧张森牧师 他常说一句话 他说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只是要让你三餐温饱 得以存活而已 祂是那位良善的天父 不但要跟你一起做梦 也要为你成就 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要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卓越管家 你若是喜欢今天我所分享的 欢迎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你想要及时收到 最新的节目内容 小铃铛给它开起来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